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瑜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這個The Ordinary 產品的用後感 其實如果有追蹤我Instagram 或看過我之前的好物推介 都會知道我是愛上了這個源自加拿大的品牌 第一樣東西吸引到我的就是它的包裝 第二就是它很便宜 它真的很便宜 一支精華是10多元澳幣 即是回到100多元港幣 我手中就是我試過的The Ordinary 產品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用後感 其實這個品牌的理念很著重功能性 以及不能對皮膚造成負擔造成傷害 所以它的產品也不會含有對皮膚有害的物質 例如防腐劑、礦物油、硫酸液等等 在這裡先加插包 這個不是廣告 全部都是我自費自己買覺得好用 我跟大家推介的 而且它的產品全部都是高濃度的原液 比如它保濕的精華 它裡面一定是B5、透明質酸 就不會放很多其他Kiliquara的成分 它除了成分簡單 就不會有對皮膚有害的物質之外 它也是 cruelty free 那只是這幾點 基本上已經覺得我可以很放心去用它們的產品 因為我自己本身皮膚是很差 亦都很敏感 那我用很多東西其實我都會比較小心的 我一用那樣東西 我只要塗兩三次 我就會立即皮膚告訴你它喜不喜歡 它立即會有反應的 所以一直以來我很少可以介紹很多護膚品給大家 就是因為我真的喜歡 或者我真的皮膚承擔到、負荷到、用到的產品 真的不多 而The Ordinary 這個 是平價得來我的皮膚 是完全是喜歡 就算它有一些精華 我用了未必那個效果是很好 我都沒有說過皮膚出現很多的問題 第一支就是之前已經說過的一支抗氧化美白精華 Escobal Glucoside Solution 這一支已經是空了瓶的了 就是這個叫抗壞血葡萄糖金 它含有維他命C的水溶性衍生物 美白的產品很多都是含有維他命C的 這個因為之前已經介紹過 我就不詳細多說了 不過我就說一說 加空了瓶的用後感 我皮膚膚色不均勻的情況都是很嚴重的 那我用了這個之後 是很明顯皮膚是明亮了的 你說它美白的效果 我就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不是很著重美白這一點的 我自己的皮膚是那些叫什麼黑肉底的 我從小到大從來沒有白過的 就算是我那些不見天的地方 就是這些位置 其實看得出是跟白是完全扯不上關係的 所以我從小到大都不是很著重美白這一點 我用美白的精華主要是 只是我想膚色均勻翻跌和抗氧化而已 那因為年紀都漸長了 那其實抗氧化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不過其實你二十二三歲開始 就應該是要用抗氧化的產品了 因為它含有維他命C 雖然它聲稱它早晚用也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就建議 最好是晚上用啦 早上就不要用它了 而且它的精華是水質的 是透明的 呃...現在應該已經看不到了 所以我很少用一些不是水狀的精華的 然後這支Puffet呢 就是多效抗老精華 那它裡面呢 就只是安基酸呢 都含有超過11種的啦 那就是放腦有用的成分呢 都側灑在裡面 即是自助餐這樣啦 我自己個人就覺得我用它呢 是有點太潤了 可能它就會適合一些皮膚真的很乾 或者是再成熟一點的皮膚用呢 就會適合我 可以適合給大家看 它也是水狀的 但是適合出來就會稠一點的 大家看一下 它就會稠一點的 它不是那種一適合出來 塗上面就立刻噗一聲吸了那種的 它都要推一下推一下 那我自己就覺得它潤了一點 就不太適合我用的 可能我會留在一些天氣真的很乾 脫皮啊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才會塗它啦 不然的話呢 我就怕我會爆粒粒 然後這一支Hyluronic Exit 加B5呢 是我覺得必買的啦 它是一支純保濕精華 那這個Hyluronic Exit呢 就是高效鎖水的成分 那B5不用說啦 任何膚質都是適合用的 它的吸收力呢 是極速啦 因為我之前也很喜歡用Lancome的小黑瓶 它的吸收力是跟那個小黑瓶差不多 是有得廢 好水好水的 一塗上臉呢 是立即吸收啦 我很多時候買精華素啦 保濕精華是最基本要擁有的一件東西來的啦 那如果你真的在沉迷一支 平靚靚靚的保濕精華 而有效而也都不會令你的皮膚爆到 嘩爽的 我的手已經是 聽到那些爽的聲音 我也是很喜歡這一支 這一支呢 在香港那些很潮濕很滿熱的地方 又或者你是本身有痘痘的人呢 我覺得都可以用 因為它真的很清爽很清爽 這一支我真的很愛啦 但在澳洲始終天氣是偏乾一些啦 那有時候我都會覺得這個呢 是不夠的 那我就會再on top 再加油的 另外我就會再在我的精華上呢 加這個100%植物碎取的 角砂漆 不是角砂漆 這個呢已經是叫角砂丸啦 因為呢 角砂漆呢 要輕化了之後呢 就成為了這個角砂丸啦 那它保質期就會變長啦 還有是會容易給你的皮膚去吸收的 那其實角砂漆 是些什麼來的呢 就是你人體本身你的肝臟 都會是製造這些 這些角砂漆出來呢 主要是供應給你的皮膚啦 免受這個紫外光傷害啦 還有防止皮膚乾燥啦 維持這個皮膚的彈性 那呢 隨著年紀的增長呢 這個角砂漆的製造呢 就會越來越少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靠這個外塗這個角砂丸呢 去令到這個皮膚呢 可以繼續得到保護啦 那其實這個是油來的 那我說在人體裡面有的東西啦 那但是呢 它在植物裡面呢 其實都有這個成分的 那這個呢 就是在植物上摧取出來的 很多人是抗拒塗油狀的東西啦 但是其實我自己呢 是以前都很抗拒 就是我覺得我皮膚已經油膩了 為什麼還要塗一些油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呢 只是保濕是不夠的 皮膚為什麼會有油的呢 是因為你底層很乾嘛 那你除了塗保濕呢 那油呢 是可以令到你的皮膚呢 是更加滋潤到它啦 那它就不會那麼容易分泌那麼多油出來的 塗油呢 就有一個 我覺得是要小心的一點呢 塗油你不可以當像是塗其他精華 這樣擠擠擠擠擠擠就塗上去 你只可以是擠一滴 我每次用所有任何油份的東西呢 擠一滴 擠在手心那裡 然後這樣 擠幾擠 輕輕 這樣印上去 印完之後 再印上一點點的頸 然後再印到周圍 就不要再有過多產品放在臉上 那基本上現在呢 我是沒有辦法去不用這個組合的啦 就算你試了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效 沒有什麼感覺的 它價錢又不是貴 又不會對你皮膚造成負擔造成傷害 為什麼不試呢 是不是呢 我覺得它好像給了錢我買廣告那樣 最後呢 就介紹這個護膚 因為我覺得它的精華 它的油味都挺好用 那我試了它的護膚 它就有很多天然的保濕氛紙在裡面 有氨基酸 金油 脂肪酸 透明質酸等等等等 總之全部都是保濕啦 那其實它的質地呢 是輕微粉粉的感覺的 其實擠出來是這樣的 Cream狀啦 但是其實塗下去呢 都是很容易吸收的 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我自己在用Lame啦 那Lame那個是 我講了很多次的了 Lame那個 那我都不在這裡多說了 因為我現在在說The Ordinary啦 但是如果跟那個Lame比是沒得比啦 不過我會覺得這個的護膚 真的比較適合一些年輕女子使用啦 可能它不夠潤了 有一點點 就是可能會有一點點 塗完之後有一種覺得不夠的感覺 但是有機會可能在香港的夏天是會適合的 因為在這裡也是那個真的太乾了 因為我自己用Mushurizer 我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它可不可以令到我沒有出油啦 因為我用Lame真的 說我化全日漿 我都可以不怎麼出油的 但這個呢 其實可能真的三四個小時 都會開始有出油的情況啦 那我自己就覺得它不夠好啦 不過它的質地是舒服的 也都不會是覺得很大負擔 就是這樣啦 以上呢 就是我在The Ordinary買了的產品啦 那也是一些我用完的感覺啦 那我的皮膚是真的不好啦 也是很敏感啦 那我用了The Ordinary的產品 我真的沒有任何的不良反應啦 如果你是學生的 或者你想用一些便宜的一點點 但是又很有效的護膚品呢 The Ordinary可以試一下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分享啦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給個like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要follow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啦 那好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很快樂再見面 拜拜